環保意識快速蔓延 近幾年各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推動環保理念 由許多企業開始設計環保導向的服務跟產品 大致防護設計小到嬰兒用品 包括寶寶、獅子巾、非珠珠膠、玩具等等 但嬰兒使用量最大的一次性商品 尿鋪 卻遲遲沒有完善的環保計畫 而這間美國公司針對尿鋪推動了怎麼樣的產品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30號 由蘇玉琴所撰寫並且刊登在射氣流的 改善一次尿布造成的污染 美國公司推出尿布訂閱制 歡迎使用者用幣寄回作堆飛 根據調查指數 嬰兒一天的尿布更換量為6-8片 一次性的尿布雖然方便 但卻會對環境造成不小的負擔 單單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 平均每年就有200億個尿布被扔進垃圾桶裡 需要耗費500年才能完全被分解 雖然目前市面上已經有可重複使用的布尿布 但是布尿布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來清洗 而且在美國也只有少數幾個城市 才有提供布尿布委外清洗的服務 為了愛護地球環境以及降低人力成本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 答案是有的喔 為了降低尿布所帶來的垃圾污染 美國尿布訂閱公司 Diaper跟回收企業Terra Cycle 開發一項訂閱制的尿布堆肥計畫 叫做Rediaper 訂閱者只要把使用後的Diaper尿布 放到他們所提供袋子裡面 再裝進符合美國HezMats 運送標準的箱子 等箱子裝滿髒尿布之後 訂閱者就從Terra Cycle官網上 下載預付的運送標籤 就可以把髒尿布寄回Terra Cycle 而Terra Cycle合作的工業堆肥廠商 就會協助進行堆肥 大大降低了整個流程對環境的污染 但在Diaper運送尿布給訂閱者 或是訂閱者要寄回Terra Cycle 進行堆肥的過程中 來來回回的交通運輸也同樣會造成環境的負擔 所以為了彌補運送過程中所製造的二氧化碳 Diaper跟碳補償費力公司Core Effect合作 將寄送運送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跟溫室氣體 轉換成經濟成本 而且將投入秘魯AutoMail的種樹計畫 期望可以藉由種樹來增加氧氣 抵除掉運送過程中所生成的二氧化碳 那你一定有好奇他們是怎麼獲利的吧? Diaper計畫要價39美元 大約是台幣1174元 四個禮拜的Diaper尿布訂閱還要再著收68美元 大約是台幣2047元 每次訂閱所獲得的尿布數量是取決於訂閱的尺寸 一般新生的尿布一次會寄送260片 那超過13公斤的小孩就會使用到加大型的尿布 一次會寄送100片 那在期間內訂閱尿布使用完之後 使用者可以要求緊急的配送 那雖然是免費的但其實還是有次數的限制 Diaper平均每四個禮拜就會有15000名的新訂閱者 或者是重新下單的訂閱者 那總經營Mail就表示了 雖然種營利每個月都會上升10% 但是Diaper的計畫價值不只在於價格 他們全心全力製作不含有毒化學品的足質肥料尿布 而且不在尿布跟箱子上印製任何的圖紋 更會對運輸過程中所製造的碳排放進行補償 Diaper認為這樣的價值才是最真實的 只要能讓整個訂閱程序簡單而且方便 向顧客訴求的經營理念 包括一次性的產品對環境的衝擊 或者是Diaper試圖要對環境的改變 那他們幾乎不會因為價格的高跌而虧損 最後Diaper跟TerraCycle也表示 我們要為我們所生長的環境來負責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選擇對的組織 當市場逐漸看到這件事情 其他公司就會爭相的來效保 甚至還會發覺出其他的環境問題 有效引起環保的潮流 好的,今天的每日相約就到這邊 現在有很多人會使用環保餐具或環保體代等等 真的很謝謝愛地球的你們跟企業家們 當然還有努力推廣政策的政府 那如果你知道有哪些企業 像是Diaper跟TerraCycle一樣 正在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 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